当提起Archmedes定律的发现时 你想象的画面可能是这样的 但真实的故事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公元前三世纪 Haron 西西里城市叙拉谷的国王 人民Archmedes先录一项前无古人的巨大工程 Haron下令建造一艘巨大的帆船 比当时标准大小的帆船要大上50倍 并以他统治的城市叙拉谷命名 Haron的目标是建造有史以来最大的帆船 并将这艘船作为礼物 送给埃及法老Polomey 但这艘巨大的海上宫殿能浮起来吗 在Archmedes的时代 还没有人解决过类似的问题 这就好比问山能飞吗 Haron国王对此深表疑虑 成百的工人将花好多年的时间建造旭拉谷号 砍发埃特纳火山上的松木和山木作为船梁 采用西班牙生长的大麻挫成麻绳 并使用法国生产的树枝 甲板上将助力八座撩望塔 支撑它们的不是柱子 而是传说中的阿特拉斯像 能背负整个世界 在船首 巨大的投尸机可以投射180磅的石块 为了乘客能享受美好的旅途 船上会有装饰着美丽花纹的走廊 有这样的游泳池 有热水的浴池 有摆满了图书和雕塑的图书室 还有供奉阿富罗迪地的神庙 以及一个体操馆 最后好像这些还不够阿尔克弥迪斯忙活的 Hairon还有给船装满货物 400吨的古物 一万坛次的烟鱼 74吨的饮用水 600吨的羊毛 并且还有一千名乘客 其中包括600名士兵 还要装载20匹马 各自有单独的马舅 建造一艘如此庞大的巨物 然后在第一次航行时就沉到水底 对阿克弥迪斯来说 这应该不会是一个愉快的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 这艘船会沉吗 可能有那么一天 阿克弥迪斯坐在浴缸里洗澡 一个问题浮现在他的脑海 这么重的浴缸为什么能浮起来呢 然后灵感乍现了 部分进入水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 等于他排开水的体积 也就是说 如果两千吨重的旭拉谷号 能排开两千吨重的水 他就刚刚能浮起来 如果能排开四千吨重的水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当然 如果只能排开一千吨的水 那么 汉荣国王显然就不高兴了 这就是浮力定理 而工程师们仍然习惯称其为 阿克弥迪斯定理 这个定理解释了为什么万吨巨轮 能和小木船一样轻而易举地浮起来 对浴缸也是同一个道理 如果船龙骨线以下船身排开的水的重量 等于船的重量 那么无论在龙骨线以上的是什么 都能浮在水面上 这跟另一个阿克弥迪斯和浴缸的故事版本很像 而这很可能由于这两个故事本身就是同一回事 只是被历史流传的变幻莫测 弄得模棱两可了 在广为流传的故事里 阿克弥迪斯大叫着 我找到了 飞奔过街道 故事的核心是异顶皇冠 皇冠在拉丁文中是Crona 而叙拉古这个版本的核心是龙骨 在希腊文中是Croni 可能是将Crona与Croni混淆了吗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 当叙拉古号在完成它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的航程抵达埃及时 我们可以想象 亚历山大城当地的居民成群结队地去港口 观瞻这艘非凡地浮动的城堡 定会惊叹不已的 这艘巨船就好比古代的泰坦尼克号一样 不同的只是它没有沉默 而这要感谢我们的Archimedes 如果你喜欢学习历史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周我们都会发布一些动画 从反对凯撒大帝的阴谋 到相较的黑暗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